光明禅师开示 九 关键词 什么人可以受持金刚经 切莫自赞毁他 一切都在修行中 什么样的人能够受持金刚经 无意中看到一位著名的台湾法师 讲述金刚经大秘密的一篇文章 说金刚经不是给普通人讲的 这样会给人很大的误解 为了这些事情 伟大的佛陀专门在灵涅槃时 大臣方广总持经警告过 据我所知的很多依靠金刚经 一门深入而得成就的人 都是非常默默无闻 平常至极的人 已经够普通至极呀 能够受持金刚经的道友 都是累世善根所致 难道今生非要显示大福报之身吗 所以每一位能进入此群的道友 我常软硬兼施 一次又一次劝说 希望他 他们好好坚持 不要错过难得的姻缘 不论今世显现 多么贫穷下贱 能够于后五百年 一心专送金刚经者 都是有大臣种姓的 但不是每位今生有大福报啊 此为法师讲法非常严重 而且名声那么大 不知道会误导多少众生了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一个国内很著名的 行头头的道场 我在那里待了一两年 这个法师自在毁他 将会有非常严重报应 不知道他们好好忏悔没有 当年佛陀仪式 名为达摩比丘时 也是棒法造业 而遭受严重报应 何况凡夫我们 本来此群专送金刚经的 你深信不宜一经就足够了 但是因为很多出入门 多抱有求之心 而且常常退转 才不得已一经四周了 法法都好 切莫自赞毁他 一切都在修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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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慢慢细细品味此句话 非常受用 非常有生意 如此这般 当你见到一切众生 你才有谦卑恭敬之心 而不傲慢自大 法师们要有一颗不求道场 不求度人的平常心 才能感觉自己是真正出家 修行弘扬佛法的 否则千万莫讲 还是老老实实 度好自己啊 在家众 莫乱跑 莫乱拜庙 当观自心 莫说他人过错 何况肉眼凡胎的我们 怎知对错 要好好纹丝 就多多清净 学习 喇荣五名佛学院 几位上师的著作 要好好修 就坚定 一门深入 长期训修 法法都好 智慧开了 佛号就足够了 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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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